等於什麼呢?特別注意喔 前面剛剛我們習慣什麼? 這個代表名稱 new一個部件名稱對不對 等於什麼?等於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這個名稱 後面傳遞參數嘛 可是這裡不一樣喔,這裡要怎麼做呢? 因為我們已經new過它了對不對 new一個payment,不能再new了 再new一個變成重複兩個 所以呢把什麼?p1 有沒有?p1 點 new一個什麼呢? 你會發現很特別 這種方式前面應該沒看過吧 就是在p1裡面 再new一個car 然後呢,特別注意到這邊 一個點 p1點new一個 新的內層類別 這個方式很多同學比較少用 但是如果說你將來要 再存取 內層類別的話要這樣用 p1點new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就產生一個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名稱叫master 那master裡面我要存取它的話 第一個裡面一定要什麼? 如果你不是用什麼? 用那個建構值的話 你只能用這個方式 特別注意呢 裡面要public 因為我是透過 主類別去存取它 所以這個地方我點type的時候 就會存取到它 然後把這個值這樣丟給它 然後呢,number的話呢 把這個值丟給它 這個方式的話呢 就是直接存取 我直接點的方式 去存取它的成員變成